對別人在幹嘛很清楚 你要散散的 然後每天在那邊等新聞稿 新聞稿 新聞稿也不能說不是新聞 我就常覺得新聞稿不是新聞 所以隔天中國時報就獨家 這樣一百 然後就被罵到臭頭 不要忽略任何訊息 不過基本上就是說 你要知道很多的程序 你才有辦法往下面跑 像這種事情你會知道嗎 就是那個法令的重要 你知道慧瞳跟慧瞳有什麼不一樣 看起來差不多對不對 那差不多了 很多案子就是卡在那邊 所以那個修法真的很奇妙 所以那有徒學問我說那怎麼辦 我要讀佑法全書嗎 我說那你 其實我到現在讀佑法全書還會睡著 其實就是說你碰到你就要學 而且法令真的很重要 法令真的很重要 你一定要記得 匯瞳是什麼 匯瞳就是 你是經濟部長 我是黃曉所長 我們兩個要蓋官藝 那個才叫做法案生效 那叫匯瞳 匯瞳是什麼 這是我主管的法令 我通知你囉 我跟你商量囉 你不要是不是 沒關係我聽到了 尊重您的意見 回來我自己做主 代我的答應就好了 那最近最有名的這個事情就是 大家知道PM快點 我要定總量管制嗎 知道這件事嗎 那用我們的空法裡面 就有定一個要會同經濟部同意 所以你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環保署單獨決定這件事 那現在立法院就在推修法 就要把會同改成會上 聽起來一樣齁 其實差很多齁 差很多齁 那你行政 我一常 你最常聽到 官員講的一句話是什麼 依法行政對不對 依法行政 什麼事情都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的四階段就是這樣 是有些記者寫稿很不清趣 哇今天六清全面停工 全面停業 全面停工這句話就講錯了 什麼叫全面停工 因為法案裡面有個停工停業 停工是部分叫停工 我有六十八個工廠 我先停兩個 叫停工 那停業就是什麼 就是全面的斷水斷電 所以你有些記者你就會看到 我有時候也會 就是全面停 全面停工 全面跟停工就不對了 停工只有部分 全面才是停業 這種很細節的東西 那跑環保 其實剛開始 你會問我說怎麼累積 其實我們一開始都會 比如說我問你說 請問PPB是什麼 那你跟我講一次 我就會在電腦上做個檔案 PPB是什麼 有些記者就是下次又問一下 請問PPB是什麼 你永遠不記得 你永遠不知道PPB是什麼 PPM是什麼 什麼叫十的負六 什麼叫十的負七 那那個流量怎麼算 對 好 這是法令的重要 然後法令還有這麼多 什麼規程規則 細則辦法標準剛要準則 對 那你最好都知道 不然你到時候 那個在跑工廊機構的時候就會 就會 就是你會不知道人家在幹嘛 那個程序在幹嘛 這樣 然後還有命令 什麼東西該去修法 什麼東西不應該修法 所以呢其實我覺得 在傳統媒體的優勢就是這樣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在一個限定的領域 然後你就會在那邊磨刀啊 磨狗 因為你一定要幾出新聞嘛 那怎麼辦 就只好那個 東文西文東財西文 打開門就進去坐下 好 可是在傳統媒體呢 就是你會有比較穩定的步調 收入還有假期 假期就是 反正記者不是修五六就是修日 然後有人代班 你就可以真的修假 所以那天有人問我說 你多久沒出國 我說我已經四年沒有出國 他說為什麼 但獨立記者不是很浪漫嗎 時間自己處理 我就說現在做獨立記者比較忙 然後那個人就笑出來 他說這樣喔 你來做獨立記者比較忙 真的我是四年沒有出國的 他都是去公園走一走 就是血淚的去公園走一走 不然就是想不出來 就去游泳一下 等一下可能就想出來 怎麼開車幾小時去看什麼花 什麼武林農場的 這種事我是不會幹的 五個小時可以寫多少稿 怎麼可以隨便開車 堵車去武林農場 這種的 對 另外就是你會有集體的智慧 集體智慧就是 其實我們當獨立媒體久了 會有盲點 就是 你就是自己在看那個新聞 自己在處理那個新聞 其實喔 其實新聞真的是一個 專業分工的工作 專業分工的工作 比如說我現在剛上舊寫稿 那個事先要跟總編輯討論題目 他就跟你講說要什麼題目 然後要什麼配件 配件就是要不要做表啊 什麼什麼的 攝影 有專業攝影跟你去拍 拍完之後呢 有編輯幫你編 編完之後呢 還有美編幫你下標 還有一個什麼你知道嗎 第一次跟他們說我嚇一跳 還有一個叫除錯妹妹 除錯妹妹 我說你是誰 我說我是除錯妹妹 除錯妹妹在幹什麼 抓蟑螂嗎 他就真的在抓蟑螂 你還真的稿子被他抓到很多蟑螂寫錯的 那從那幾次我就覺得 看我們網路新聞喔 就是你就是看網路寫對不對 那其實上週你看平面他做的 像台塑告莊秉潔老師 我都不要寫大欺小 他就把那個王淵的頭做很大 然後莊秉潔頭皺很小 那個image就很強嘛 那大人欺負小孩 我們網路就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所以其實我真的是一個專業分工的工作 我前兩年還很逞強 就是大家應該看我拿攝影機 有沒有看過 喔 那真的是好逞強喔 自己又拍自己撿 然後回家三更半夜 撿到三四點 尤其是國光石化那時候 又撿然後又寫 寫到半夜四點睡一下 趕快醒來又九點又要開會了 每天每天每天這樣子 就很逞強 現在年紀大了 發現真的沒有辦法這樣逞強 該給別人做 趕快給別人做嗎 好 另外就是那個新聞 真的有強大的影響力 我剛剛講過 除錯沒問題 可是你知道傳統媒體的困境是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那個政商關係糾結真的很嚴重 大家知道和四遊行完之後 隔天四報有哪一報沒有登頭版 頭版都知道 很奇怪對不對 好奇怪喔 我到現在都覺得好奇怪喔 那個判斷是什麼 其實那個 那個如果 像我就不覺得奇怪 因為背面有很多事情 就是有時候像聯合報 今天有聯合報記者在 而且有錄影 抹爆 有時候抹爆 有時候事情大到沒有辦法遮掩的時候 他還是要爆 可是他要怎麼爆 他就給你淡化處理 淡化處理 不然就說啊 這邊反合人士說怎麼啊 然後 一千字的稿對不對 然後就有四百字 有六百字就是叫那個 行政院長表示喔 行政院長說啊 沒有電會怎樣啊 然後 那個 你要相信我們 我們真的是寫稿的專家 我絕對會讓你看不出來那個新聞 我有拿錢 這個是自路式行銷最可怕的地方 我保證你看不出來 我真的保證 像是你可以看我寫的 另外就是說那個版面減少 還有就是 那個自路式行銷真的很嚴重 到現在都有目標 抹爆 抹爆 都有目標 比如說我一個月要賺 幫放生賺二十萬 那我要去哪裡賺 我當然是找我認識的 跑的線的 人下手啊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 每個月都要跟你要二十萬 那你出事我怎麼辦 我當然假裝沒有看見啊 對不對 不是沒看見啊 就是客氣一點這樣子 會客氣一點 這是人性嘛 沒有辦法 所以有的記者跟我說 小豬姐你這樣講不公平 我甘醫自路的時候 我就乖乖自路對不對 那自路完之後 我就 就開始把刀拔出來保新聞 可是你覺得可能嗎 不可能嘛對不對 那個關係就是很微妙這樣子 另外就是說 常常就像廖本拳 張文拳老師知道嗎 他常常跟我說 淑欠淑欠 我今天把所有方式都看完了 可是我不知道今天 到底這件事情發生什麼事 每個人都寫一點寫一點 那其實真的是這樣耶 那我只有去你部落格看一遍了 才知道啊 原來事情是這樣 那其實現在就是 大家都找爆點了 所以很多事情就會講不清楚 反而是雜誌 我覺得現在比較容易講清楚 那更不要說 像我在抹報上班的時候 然後到末期 其實你打開報紙 你會發現有一半都不是你寫的 這個 不要再講傷心的我字了 為什麼掛我的名字 會有不是我寫文章呢 還有一半 其實傳統記者的局限就是 不利媒體的優勢 我覺得就是 反過來也是 像剛剛的反過來也是 反過來也是 所以呢 以前在 你就是會有被指定的時間 會被指定的場域 他有時候長官生日還要買蛋糕 再抹報 他也是被採檢的真相 真的是這樣 可是你不完整追蹤個案 你就沒有辦法完整報到 那其實追蹤個案的力量是很強的 我剛剛講說 很多記者都是在個案長大 比如說好了 比如說 我得獎的這個作品 其實我得獎的第一天就有同事打來 他說 我告訴你 你如果還在報社這個屏幕 你絕對不會得獎 我說對啊 你講的對了 因為你如果在報社裡 跟我們就不可能追這個案子 你看中正司機 如果你完整來看 有多少人在寫 他牽涉到 好 我們這樣怎麼 牽涉到土地 牽涉到 營建署 你要審那個區域計畫改變了 大家知道營建署審區域計畫 就是說你這個土地本來是 農業用地啊 你要變工業用地 你要經過審 十公斤以上 那你要經過環比 然後又跟水利署的審員有關 你要去問水利署 然後呢 又碰到總統的政策 你要去問行政院 這其實你一個記者 在一個事件裡面 是支離破碎的 你看到一個點一個點一個點 整個串起來的讀者就看 你會看到報紙很多說 這條新聞一堆記者對不對 有沒有 畫名一堆記者 那就是每個人都寫一點寫一點寫一點 那你透過剛剛那個案子 你透過中科事情 你看到什麼 這個每個都可以做cover story 如果以後大家要做記者的話 你說他是 我們台灣的政策是政治這樣決定的嗎 他講的算 總統講的算 還有 這是釣北拳老師講的 對 你可以把一個高澳水的產業 設在一個地層下限區嗎 逛這個就可以做一個cover story 為什麼那邊地層下限 為什麼怎樣怎樣怎樣 這一些 還有就是 有誰知道家裡的水一度多少 你可能知道 你 幾塊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後來是 十幾塊 對對對 我後來是跑這個才知道我家的水 還有分你叫我們拉下水道 總之就是十幾塊就對了 可是呢 我們會賣給六七四塊 六七 六七 有錄影嗎 我慘了 我前幾天還被台說請去喝茶 當記者真的很危險嗎 他找你去喝茶 你敢不去嗎 也不是敢不敢就是 他找你去喝茶 你能不去嗎 所以我就去喝茶 等一下再跟你們講喝茶 回來還會發動 我還叫一個人說在樓下等我 如果我一個小時沒有下來請趕快報清 我是真的這樣就覺得很害怕 那六個人回教你 可是他們會跟你亂講 這段有錄影等一下剪掉 因為他們都會去Youtube撿看誰講 對他不利人 然後要告他 莊敏傑就是這樣 被告你 那很可怕就是圍剿你 可是你不要怕你就告訴他 他會跟你亂講 那你要 你不要跟他亂講 你就錯過他這樣 好 這就是你會關心到好水 水資源的分配 你要找水利水 他就是土地利用的衝突 我們台灣科學去蓋那麼多人 到底還要不要再蓋這樣 那天國客會副主委會求請我吃飯 你看你當地人很危險 他就找你去喝茶請你吃飯 然後就跟你講一下有沒有沒任 對啊 然後就很 也不是說害怕 你就會覺得他其實會 有時候來軟的 來軟的不行 你就要注意了 像劉振宏的律師安我也收過 就是這樣這樣這樣